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一节 罗马书第八章 第九节 找到我们一动来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来属圣灵 人若没有基督的人 就不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 身体中因罪而死 心灵却因义而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哪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逼死的身体又活活来 我们同心来仰望主 学说我们同心来仰望 仰望圣灵的大能 使我们这个逼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主要是呢 今天许多的人 在这个 virus 这个coronavirus当中 在这个疫情当中 受到感染伤害 让圣灵的大能 在他们的身体 能够运行 让他们的身体 活过来 经历你的大能 经历你的医治 我们来赞美你 主要让我们每一位熟练的儿女 我们都有信心 知道 主 你必保守我们 不受毒害的瘟疫 我们来仰望你 求你深点 即使在美国 在湾区彰显你的医治 你的大能 让人呼求主美 救必得救 不但灵魂的得救 更是身体的医治 我们仰望你 我们赞美你 保守我们线上的同学 一同被圣灵引导 光照 进入你的圣灵 认识圣灵 经历圣灵的大能 仰望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美 Amen 我们翻看我们的讲义 所以我们要进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圣灵的名号 称谓与俗性 从圣灵的名字 认识圣灵的俗性 特别刚才我们读到 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 提到神的灵 Spirit of God 包括我们在《双诗记》第一章 第一节第二节 提到起初神 创造天地 然后提到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 究竟神跟神的灵 是指同一件事情 还是解离神的灵 特别是直到圣灵 到了新约 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第八章 从上下文就看得更清楚 原来神的灵就是圣灵 是三维提神的里面的第二个位格 第三个位格圣灵 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 圣父圣子圣灵 特别我们发现 它是用一个所有格 of God of God 究竟这个 Spirit of God of God 是什么意思 很多时候在新约都讲 Holy Spirit 那为什么不每次都讲Holy Spirit 要在节里 包括罗马书第八章 包括在创世期一开始 神的灵 Spirit of God 要称它为Spirit of God 不称Holy Spirit 原来这个of God 体悟有个重要的定义 跟含义在里面 那我们要明白这个所有格 of God 我们要了解希腊文 这个所有格的用法 Possessive Genitive 原来呢 这个所有格 of 最少有三个用途 一个叫 主格 Subjective 主格的用法 一个叫受辞 Objective的用法 第三个是定义性的用法 Definitive 看到我们的讲义 或者PowerPoint Objective Subjective Definitive 看到吗 那我们先说明 这个受辞用法 跟主格用法 是一种什么的味道 那要了解这个味道呢 我们要看艺术圣经 有个人翻看你的圣经 有个人看艺术 有个人看你的PowerPoint 翻到第二章 第五节 翻到第二章 第五节 好 我们一同来读第二章第五节 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 在它里面的吗 完全 实在是完全的 我们注意哦 这个爱神的心 在原文是一个所有格来的 Love of God 看到吗 看到吗 这个of God 有出现了 腓物 但是只是前面 不是用spirit 它是用love 阿咖啡 究竟这个love of God of God 这个所有格神 应该怎么翻它的意思呢 你发现呢 这个 我们信义本呢 翻了什么 爱神的心 它把所有的love of God 翻成什么 爱神的心 意思是翻成什么 我爱神 对吗 是love to God 把神 当成什么object 那个受词 to God 这个就是objective use of the genitive 看到得懂吗 所以我们合尔文圣经是翻 这个love of God 这个of God的所有格 所有格是翻的love to God 爱神的心 love to God is perfect 看懂了吗 是用objective 把神当成一个object 这个叫objective genitive objective genitive 都翻了 但是呢 当你看看NIV的圣经 它把这个the love of God 翻出来 你发现NIV 翻成什么 看到下面一句吗 我们都跑破了 God's love in him is perfect 它把这个love of God翻成 God's love 是神的爱 是神自己的爱 神所拥有的爱 在你里面 什么 是完全的 意思是 love from God 从神来的爱 神的爱 浇灌在你心里面 是完全的 所以 from God God是什么 是主为 所以这里的用法是subjective genitive 主为所有格的用法 看懂了吗 我们和我们圣经呢 比较以人做中心 我爱神的心 爱神的心 love to God 它是完美 但是NIV的圣经 把这个所有格 love of God of God 翻出来 从神来的爱 God's love love from God in you in you is perfect 两个不同环节的含义 这就是 希腊文的所有格 它 不同的用法 你要看上下文 所以 这里是 神拥有的爱 God's love 所以这个是一个sub subjective possessive 神拥有 神自己拥有的爱 在你里面 God's love love from God in him is perfect 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在这里 spirit of God 注意呢 它 是第三种的用法 叫definitive use 定义性用法 意思就是说 spirit is God 所以这个定义性的用法 假如它只是说 Holy Spirit 你不知道Holy Spirit 是谁 但是它用 spirit of God 是有含义的 是要从一个定义性的所有格 这个角度来定义 灵就是神 圣灵就是神 圣灵就是神 我们举个例子 看一看 在这个熟灵军庄 以赴手术第六章 不是提到这个 Blessed plate of righteousness 公义的互信径 公义的互信径 看到吗 我们以赴手术 中文我们和尔文法 叫公义的互信径 但在原文里面呢 它也是用了一个所有格 就是of righteousness 看到吗 of righteousness 诶 怎么 临时没出来 我这个主意也上不了 那个是整出来 诶 怎么那么 从一开始都 怪不得大家读都读不出来 Blessed 请注意啊 这种小东西 老师没有办法注意到 没有电视 你一定要提醒 我早上开了 我早上开了 开了几遍都没打开 诶 我给停掉了 我们这种小东西 不能有任何差错 我们一定要分工 因为我只能专心教学 好 我们等一分钟 诶 出来了 太好了 那你看到吗 所以刚才大家都可能听得糊涂了 现在 那个镜头可以看到电视吗 这个信 看到吗 有时候帮我移一下 所以刚才提到 这个所有格有三种意义 objective subjective definitive 所以我们荷尔文圣经把这个 love of God 是翻到爱神的心 是love to God 是一个objective use 是so way用法 但是NIV的翻译呢 是God's love 是变成是个主位用法 神所拥有的爱 信到你的里面 神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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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主位 不是受为 那到第三个用法 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描写Spirit of God,为什么叫Spirit of God,所以要定义Spirit is God,因为我们看一幅首诗第六章是诗节,公义的护心境,英文是breast plate of,看到大家吗,有说我歌吗,reciousness,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公义等同于护心境,这凶,能够保护你的, 公义,如同等同护心境,是这个意思,所以同样的Spirit of God,圣灵满等有神性,是这个意思,圣灵等同就是神,是一个definition,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从创世纪第一章,包括罗宝书第八章, 要有这样一个描写Spirit of God,是要把Spirit的神性定义,它是神,好,搞清楚了,所以为什么希腊文很重要,假如没有一点希腊文基础,你没办法永远解释不清楚什么叫Spirit of God,为什么要把of God加进去,好,第二, 也被称为主圣灵,也被称为主圣灵,Spirit of the Lord,所以也同样的,表示圣灵就是那个, 圣灵就是主,就是神,所以为什么加这个的law,当然这个law也把这个lawship的含义放进去,圣灵,它有它的主权,圣灵所以几亿把恩赐给我们,圣灵做重生的工作,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 同样的,同样圣灵在人的里面做重生的工作,在谁的身上做重生的工作,这是圣灵的主权,我们只有负责祷告,所以,Spirit of the Lord,是使命圣灵,它是主,它也拥有主权 Your spirit of glory,是指到圣灵,神荣耀的灵,比特前说第四章,这个十四节,是强调,它如同神一样,荣耀荣耀, 是生命的灵,Spirit of life,表示,它能够是生命,它拥有生命,就像耶稣说,生命在我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都是在描写圣灵的这个属性,它是是生命的, 圣灵,它在我们里面做重生的工作,让我们明明更新,然后,Spirit of holiness,就是描写圣上的灵,或者圣者,在罗马书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特别是表达它圣经的属性, 圣灵,所以我们常常用的一个名词是Holy Spirit,它是圣洁,至圣的圣灵,然后,智慧的灵,表示,它是是智慧的,智慧的源头,能力的灵,它是能力的源头, 然后,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的真理,连圣经的真理,也是圣灵所漠视的,所以表达圣灵的一个真理的属性,能力的属性,智慧的属性,然后,施恩的灵,表示它的恩慈,它的恩典,施恩恳求的灵, 表达圣灵,是那位带动祷告,恳求,施下这个祷告能力的那位圣灵,靠着圣灵,才能够随时多放祷告祈求,然后,永远的灵,更是描写耶稣,这个圣灵永远的属性,它是自由拥有的,是永恒的,Eternal Spirit, 然后,启示录,七灵,是描写圣灵,七方面,全备,各方面的彰显的工作, 那么,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第八上第九节,有没有注意到,前面,第九节,讲到神的灵, 然后呢,后面呢,马上就提到基督的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主体这个基督的灵,是指导谁,注意从上下文,其实基督的灵,就是指导圣灵, 但是为什么圣灵,又被称为基督的灵,来是要说明,圣灵跟基督的亲密性, 大家记得在约翰14章,耶稣说,在不多时,世人都不见我,但是你们要见我, 因为我在你们里面,因为主耶稣,要求父,才会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 有圣灵,就有谁啊?就有基督,三为一体的神,圣灵跟基督的合一性, 透过罗马书第八章,称圣灵为基督的灵,是要表达基督跟圣灵的合一性, 有圣灵,有基督,有基督就有圣灵,所以这里要非常小心, 这里所讲的基督的灵,不是讲的基督,是指导圣灵, 圣灵的另外一个称号,称为基督的灵,有时候称为主的灵, 过来到后书第三章,甚至加拿大书第四章称为儿子的灵, 所以都市指导圣灵,千万不要搞错,是讲的基督, 所以基本上有十五个称号,从这个Spirit of God, 应该十四打漏了这个号码,编错了, 我把那个三称号,下面来了,所以还是有十五, 那个三称号这边来, 好,我就不想花太多时间,来讲到圣灵的名号和名称, 基本上就简单的说明这个重点, 基督的灵,主的灵,儿子的灵,都是指导圣灵, 为什么称为神的灵,是把这个Spirit of God, 这个of God的定义的含义表达出来, Spirit is God。 好,所以没有问题,我们就也用一点点时间进到我们的讲义, 看到讲义的下一个主题, 圣灵的标记,type and symbol of God's Spirit。 很多时候,当我们一想到圣灵,会想到一些的标记, 最容易想到就是什么?圣灵的这种格子, 因为在马太菲第三章表写耶稣在约旦河受洗, 圣灵仿佛格子降临在耶稣的身上, 然后天上有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不是喜悦的。 那么圣灵在当时为什么要如同格子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呢? 一个重要的因应和目的是什么? 还记得四十一句案怎么说吗? 为什么?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证明, 因为神启示给四十约翰, 你看到圣灵格子降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神的儿子。 四十约翰要为耶稣做见证, 耶稣不是普通的宣知, 祂乃是神的儿子, 不单是圣灵做见证, 天父在天上也说话, 做见证, 显示我的什么? 爱子。 所以圣灵在新约第一个章前是用格子, 当然当我们也想到格子, 我们也想到格子的俗性, 温存, 善良, 所以这些都是圣灵要我们了解的一些俗性, 那么格子, 假如你读旧约的雅各书, 描写苏拉秘履, 用格子的言, 为什么用格子的言来描写苏拉秘履, 格子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一生只会有一个配偶, 很专情的, 他的爱是很专一的, 不过因为他的配偶过去, 他又找别的格子结婚, 不会的, 格子也, 他只会看中一个, 所以也从格子的俗性看到圣灵, 他会用永远的爱, 如同圣父圣子一样, 永远的爱我们, 永远的与我们同在, 记得吗? 也是约翁14章, 耶稣介绍圣灵的一个最大最大的特点, 他会永远的与我们同在, 永远的爱我们, 第二, 特别在旧约, 用有来预表圣灵, 所以, 在旧约, 要高临一个君王, 就是要什么, 用油来高临, 油是预表神, 预表圣灵, 来高临他, 把这个全备跟能力赐给他, 所以包括在撒加利亚书, 也描写, 这个橄榄树的油, 让这个灯, 可以继续的, 点灶, 发光, 发热, 所以, 油预表一个能力, 的一个来源, 我们能够为主发光, 包括在新约, 讲到这个聪明的童女, 灯里面要满了油, 才能够发光, 所以, 这个油代表一个的, 高力跟能力的效果, 我们需要灯里面满了油, 能够为主发光, 第三, 比较在新约里面, 描写圣灵是一个什么, 印记, 我们一同翻到一部手术一章十三节, 来看, 新约在过了一个后书, 也提到这个圣灵的印记, 究竟这个圣灵的印记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同来读一部手术一章十三节, 你们既听见圣灵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什么, 为印记, 我们不单受了圣灵的泪注, 而且圣灵的泪注, 如同一个印记, 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的伯仁圣欧文, 他解释这个圣灵的印记, 有几方面的含义, 想想看, 当一个钱币, 打了这个凯撒大帝的印记, 所以耶稣说, 你拉钱给我看, 是谁的号跟下, 是谁的, 所以凯撒的, 归给凯撒, 所以同样的一本书, 假如打了你的印章印记, 我不知中国喜不喜欢用印记, 在台湾他们少不都是要打印的, 你要去银行领钱, 要打印的, 这个印记代表, 这个书上面打了你的印记, 表示这个书什么, 属于你的, 同样的, 我们受了圣灵, 就是受了圣灵的印记, 表示你是属于谁的, 永远属于神的, 你们, 这个印记没有人能够可以把它除掉的, 圣灵的印记, 谁能够把它除掉, 表示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你永远属于谁, 属于神的, 你是永远是天父的儿女, 不单表达那个belonging, 也表达一个权备, 特别在罗马时代, 当一个的公式, 一个命令, 一个命令的文件又出去, 要打下这个皇帝的印记, 上的印记, 这个文件有这个印记, 就有权柄了, 所有的人, 官长都要去遵循了, 这个印记是一个权柄, 所以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印记, 就表示我们有权柄, Amen, 难怪耶稣说天上地下的,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 所以, 不要忘了这个所以, 表示我们领受这个权柄, 要去, 带着这个权柄, 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奉主的名传到义兵赶棍, 但现在我们不明白, 我们有权柄, 圣灵的印记, 这个公文达了凯撒大帝的一个印记, 就是有权柄的, 通行传国, 所有的人都要遵守的, 这个印记代表权柄, 第三, 孩子的妈, 也是表达一个security, 一个保障, 当一封信封了口, 打了这个灵印的印记, 只有受诉的人, 才能够打开这个印记, 取这封信, 假如不是受诉的人, 他破坏了这个印记, 他要处死, 所以在罗马时代是非常严格的, 一个政府的公函打了印记, 封了口, 就保证能够安全地送到受诉的人, 中途不会有人破坏, 也没有人敢破坏, 也没有人敢破坏, 所以同样的, 当建议你收了圣灵的印记就表示你什么, 神一定可以保守你平安的进入天家, 你们不会说中途就失落了, 神爱我们并爱我们什么, 到底你们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印记, 不单单表达一个印记, 更重要的是圣灵刻印出神的形象,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看看那个梨, 把这个王的像打进去, 那个梨上面会有王的形象, 那个只是梨哦, 那个只是人的一个stand, 今天是圣灵自己把神的形象stand back in our life, 恢复神的形象, 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圣灵的印记更重要的是代表你从受圣灵开始的, 神的形象恢复在你里面, 神照着祂的形象样式, 就是做了亚当的效果, 但是最破坏了神的形象, 属性, 只等到圣灵来到, 把神的形象stand back in you, 这个才是更宝贝的一个恩典, 明白了这个圣灵印记吗? 英文叫silly, Holy Spirit, 在清教徒的书里面, 很多提到这个圣灵的印记, 其他很少人讨论, 所以清教徒特别重视神的形象跟样式, 来自通过圣灵把这个image of God stand in you, 这就是圣灵印记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第四, 圣灵的一个标记是风, 所以在约翰会第三章也讲到圣灵重生的工作, 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其实是表达圣灵的主权奥秘跟能力, 风一种能力吹到一切的拦阻, 是一种能力的一个表达。 那么第五更重要用佛, 包括在旧约云柱佛柱, 不但是表达神的同在, 更是表达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那个焚烧炼镜的工作, 圣洁的工作。 所以难怪圣灵叫做Holy Spirit, 祂是圣洁的, 我们也要圣洁, 祂要在我们里面烧去我们所有的悲情下瓶, 我们要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 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那个圣洁炼镜的工作, 透过这五个标记来认识圣灵。 是啊,简单地复习, 圣灵美善的属性如同格子, 祂是永远的爱。 圣灵如同有高摩我们, 是一种anointing, ordaining是一种权柄身份的高力, 能力的浇灌, 圣灵的印记, 表明我们属于神, 我们有权柄, 我们有得救的保障, 我们有神形象的恢复。 更是说明封祂的主权跟奥秘跟能力, 练进我们如否, 横哨解救我们。 好,所以这些是五方面, 我们透过这些标记, 圣灵, 来认识圣灵的工作的属性。 好,有没有问题? online就比较困难, 不能有什么互动, 所以只有后续有什么问题你们透过微信来问我。 好,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看我们的讲义。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 圣灵的恩赐, the gift of full spirit. 今天教会和信徒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 不能够传福音改变这个世界。 关键就是基督徒不认识什么是圣灵的恩赐, 也不懂得使用圣灵的恩赐。 以为现在耶稣我就是得永生, 得神的祝福, 来做做礼拜, 团契团契。 以为现在耶稣就已经得着了。 其实耶稣要我们不单单只得救, 更是要得着圣灵的恩赐。 而且当我们等一下读圣经里发现, 主耶稣应许每一个神的儿女, 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份, 一定会有得着一样两样圣灵的恩赐。 而且是可以用这个圣灵的恩赐来建立神的国度, 扩展神福音的国度。 今天基督徒不认识自己圣灵的恩赐,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用这个圣灵的恩赐在神国度的扩展里面。 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 就如同圣经的时候所有的, 贤懒不解骨子。 因为他不知道他有恩赐, 他有职分, 你懂吗? 所以他就只是来做礼拜。 不知道耶稣希望我们得着圣灵的恩赐, 来服侍他。 所以我们要好好来了解什么是圣灵恩赐, 圣灵恩赐的功用是什么, 有多少圣灵的恩赐, 让圣徒可以去渴慕, 可以去祷告, 可以去追求, 可以去操练, 可以去使用。 等于说, 神在你的户口里面存了一百万, 但你从来不知道你的户口有一百万, 去用一百万, 你懂了吧? 白泥兄弟户口, 有一百万了, 但你从来不知道在哪个银行。 是在圣灵的银行, Amen? Bank of Holy Spirit, 要懂得圣灵有诸般的恩赐要赐给我。 我们要认识, 羡慕圣灵要给我的恩赐。 用圣灵给你的恩赐, 扩展神的国度。 所以今天的教会为什么没有能力? 因为一般的信徒, 根本不知道有圣灵的恩赐。 他有领受, 他有去使用。 能够见证所穿的道, 扩展神费的国度。 所以让我们先定义, 什么是圣灵的恩赐。 恩赐这个字, 原文是, 我们一种来读, Charisma。 就是在郭宁多前述12章第4节, 第7节, 提到这个恩赐, 圣灵的恩赐。 我们一种来读一下, 郭宁多前述12章第4跟第7, 一种来, 恩赐。 圣灵却是一位,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 好, 所以就提到, 恩赐。 可能每一个信徒都有不同的恩赐。 但是圣灵把这个恩赐写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什么? 益处。 我们的合本圣经没有办法把这个, 叫人得益处的原意翻出来。 原来的意思在NIV圣经翻呢, 是for the common good, 意思就是说, 这些医病的恩赐, 医人的恩赐, 讲德的恩赐, 不是为了你个人的。 是为了一个common good, 什么是common good啊? 乃是指导, 这个教会国度的好处。 教会国度才是一个common good, 不是为了你private good。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有医病恩赐, 我就不用看医生了, 我就是自己安守。 Bernieham做见证, 他说他牙痛, 第一个反应就是打电话找牙医。 对他很有医病的恩赐, 但是这个医病的恩赐不是为了个人的, 是为了教会国度的扩展, 为了见证所传得到, 那么这个恩赐, 这个恩赐, 所以第一, 我们要了解这个恩赐。 神是这样恩赐, 不是为了个人的一个的使用, 而是为了什么? 为了传福音, 为了传福音, 见证所传得到。 那么, 这个恩赐, 假如我们看, 柯林多前书第四章呢, 你就发现了, 这个恩赐是为了, 师奉, 为了神的教会, 为了神的国度的。 所以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是为了师奉, 福音国度, 看到吗?一同来读, 师奉, 福音国度, 教会成长, 造就, 造福信徒, 这也是个恩赐, 这是为了我们个人的一个需要。 所以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一同来读一下, 一同来, 一同来, 他, 圣上高地的时候, 将会的恩赐赏给人。 他所示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了什么?成全圣徒, 各进行之, 建立基督的圣体。 看到吗? 是为了什么? 成全圣徒, 造福圣徒, 建立基督的圣体, 就是什么? 就是教会。 为了神, 教会, 国度的建立跟扩展。 主耶稣, 升天如热的仇敌, 通过圣灵, 要把个人的恩赐, 给谁啊? 在这里特别强调, 要给谁啊? 好, 要给人, 给个人, 每一个信徒, 耶稣都要把, 那些属灵的恩赐, 给我们。 好, 让我们, 可以去侍奉。 假如你今天侍奉, 你不了解你的恩赐的话, 很可能你的私奉钢位, 站错位置。 好, 你明明没有, 教导恩赐的, 你就整天喜欢去, 站那个位置去教导, 讲的东西不清楚。 假如圣灵是给你, 医病的恩赐, 但你却没有信心, 去用你医病的恩赐, 不赶快按手祷告。 或者圣灵给你是, 劝化康舍领的恩赐。 结果, 你以为你是先知讲道。 不了解你的恩赐, 站错位置, 侍奉不会有果效, 而且你不会得到那种满足跟喜乐。 所以一定要, 知道你的恩赐定位。 耶稣透过圣灵, 要给你什么恩赐。 而且常常你的恩赐, 跟神从小就伏辟你, 跟你的天分, 很多时候是有关联的。 你看保罗从小就学了, 旧约拉比一切的学问。 所以他很明显, 这个教师真传道人的恩赐。 他其实旧约的真理, 弄得管瓜烂熟。 只是不了解, 解释旧约的真理是指向基督, 是预表基督。 当耶稣向他显现, 少了为什么逼迫我? 他就明白了。 原来他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主耶稣基督。 向他显现的这位荣耀的真神就是基督。 他整个就翻转了。 但是保罗自己做见证, 在母父里面, 神就拣选了他。 所以从小给他很多的训练天分, 就像摩西在埃及, 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能力。 神从小预备他, 给他个人的天分。 当他信了主之后, 被神用之后, 圣灵再恩告他, 让他的天分发展成为一个圣灵要给他的恩赐。 所以千万也不要把天分跟恩赐完全的断开。 一个从小结结巴巴不会讲话的人, 你不要以为只要平息一心, 他一定就有先知讲道的恩赐。 No,No,No。 张柏林牧师本来就有这种领袖, 讲话的这种天分。 当他得救之后, 神就高谋他的天分, 给他先知讲道的恩赐。 所以是有配合的。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只要圣灵教官充满, 我本来不会弹琴的, 只有圣灵充满, 我就一定会弹琴。 No,No,No。 神要给你音乐的恩赐, 可能从小就给你音乐的天分。 像师母跟我, 我虽然能够弹一些吉他, 但是我真的没有音感的。 我是使自己努力的。 师母能够听到一首歌, 马上就把那个谱歌写出来的。 他每个音符听得清清楚楚。 我听不出来的。 什么Doremi Faso, 听不出来的。 只是听到哇, 这个乐长很美。 但是神也很恩赐我, 我在香港的时候, 在香港呢, 他们有这个, 每年都有这个音乐节, 来培养这个音乐文化。 你学生的话, 只是要付10%的钱。 100块的一个音乐会的票, 你只要付10块。 所以, 一到暑假, 那好多几次音乐会, 我就常常去听。 看来听, 听不懂。 常常去听, 哇, 傅聪的那个小提琴太棒了。 哇, 傅聪把小邦真的弹得, 真的是那个感性, 那个感情表达太精彩了。 哇, 才开始慢慢体会那个orchestra, 长得音乐的配合, 那种的宏伟, 那种的美丽, 哇, 才开始懂得去欣赏。 那个什么, 那个, 王院长, 什么年代附送在香港, 高院长? 呃, 我中学的时候, 他去香港表演, 附送附, 他拉了小提琴, 钢琴, 这个音乐大师傅聪。 他是中国的小邦, 真的很棒。 所以, 感谢神, 神透过这些来栽培, 后来, 在教会里面就可以弹吉他, 来领诗领唱。 但其实我的音乐, 是真的神特别的, 透过这环境来配合, 来栽培的。 所以, 天分跟你的这个恩赐, 不会说完全没有关系的。 好, 那么二, 我们来看一下, 恩赐跟天分的一些比较。 恩赐是圣灵所示的, 圣灵高模的, 天分是父母天生的。 然后, 恩赐是重生以后, 我们的讲义打错了, 不是成圣, 要改一下是重生。 你得救之后, 圣灵, 会把不同的恩赐, 要使给你。 重生以后。 重生。 天分是出生拥有的。 有人一出生, 就是特别对这个音乐啊, 或对什么各方面有不同的恩赐。 这种的天分。 那么, 第三, 恩赐是为了建造身体, 教会国度。 那么天分, 假如他没有信主的话, 他停留在他的天分, 他只能造福人类。 安赐有熟灵的果效, 天分只有熟食的果效。 一个很有天分, 弹音乐的, 上傅聪, 很有音乐的天分, 他把肖邦弹火了。 但是, 假如只是人的天分, 不会有熟灵的果效。 假如附冲信了耶稣, 他一谈Amazing Grace, 圣灵来高谋使用他, 变成一个恩赐的话, 人听了会信耶稣, 会流泪, 有熟灵的果效。 虽然摩西假如没有信靠神之前, 他有一切的学问, 一切的口才, 但是他跟他的百姓讲论, 百姓不听他。 谁人, 要你做我来管我们啊, 没有熟灵的果效。 但是当他被神得着了, 他再次做出口, 百姓就听他了, 有熟灵的果效。 所以我们的口才也好, 我们的天分也好, 我们第一上的一些能力也好, 假如不被圣灵高谋, 不被圣灵使用, 成为圣灵给你的恩赐, 不会在神的国度的扩展上面, 产生果效。 最多只是你会让人感动, 但是不会带来生命的改变。 所以也是一个基本的distinction, 恩赐跟天分。 大家刚才提过了, 很多时候神要给你的一个恩赐, 就是常常从小就给你这个天分, 就在栽培你。 因为你从武夫的时候, 就被神伏辟, 就被神所卷选。 所以我很感谢神, 我从小很奇怪, 就很喜欢辩论。 我写文章, 从来不写这种抒情文的, 我喜欢写议论。 就让我的头脑很logical, 后来在神预备我读WDG工程, 这些logic design啊什么东西, 很logical。 然后, 就对神学的辩论很有兴趣。 信了耶稣之后, 我常常跟我的同伴同学, 就是辩论神的存在啊, 跟他们传福音啊, 好喜欢对真理的辩证。 从小, 神就好像预变了这个天分。 所以, 可能神给白弟兄, 给James, 你们原来没有信主之前, 都有些的天分。 会在圣灵的手中, 圣灵会恩高使用你的天分, 变成什么? 恩赐。 但有些的恩赐, 等一下我们来特别说, 是完全超自然的啊, 不是像音乐啊, 讲道等等。 包括异能的恩赐, 这种真的是, 圣灵特别所交换下来的。 好, 我们特别来看第三, 第三个重点。 恩赐, 人人皆有, 并非一人全有。 但是你要发现了, 保罗恩赐大不大? 保罗真的是差不多很多恩赐都有啊。 他有没有这个, 酸教使徒的恩赐? 有。 有没有先生讲道的恩赐? 有没有? 有。 有没有教导的恩赐? 有。 他有没有教师的恩赐? 有。 他有没有传闻的恩赐。 也有。 哇。 一种使徒性的人呢, 通常他的恩赐会比较多方便。 但是假如你去看看保罗, 假如你看看我们的讲义下面, 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看到我们的讲音吗 你发现保隆也不是每一样恩赐都有的 虽然恩赐很多很大 比如说在罗马书十二章 做执事的、饭食的、施工的 他可能没有 劝法、exaltation、counseling的 他可能没有 他不像巴拉巴是缺位之子 能够体虚 他对同工很严格的 马可一点跌倒他受不了 赶他走了 他没有这种 劝化 那么可能他治理的恩赐 怜悯人的恩赐 可能比较弱的 所以 连保罗这种使徒性的人物 虽然他有很多的恩赐 但他也不是每一个恩赐全都有的 也不是 是你跟我完全一样的 所以假如从恩赐的角度 来今天看不同的宗派 也就了解了 一个比较有医病行医能的传道人 有放言恩赐的人 很可能那个教会 就是比较偏向灵恩的 所谓灵恩派 大家假如那个传道人 他是教导跟讲道恩赐很强的 很可能就是 会比较类似福音派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看到不同的宗派 我们也不要太大的论断 因为 很可能就是这个传道人 本身的精力跟恩赐 他没有这个精力 他没有精力被圣灵浇灌 他也没有这个医病的恩赐 但他的教导很强 很容易就是强盗神的话语 假如某一个传道人 他是先被圣灵充满 看异象的 他的病被医治的 然后他也渴慕 有医病的恩赐 很可能他所带领出来的教会 就是比较灵恩的教会 所以也可以从恩赐不同的角度 来看今天很多不同的宗派 但是 其实 神的心意是 希望每一个教会 只要是教会 就应该得着 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的九大恩赐 也不能说 只有灵恩派的教会 才能够有一病一冷的恩赐 只有福音派的教会 才有比较教导很强的恩赐 其实神的心意 是希望什么 每一个教会 因为这些恩赐 是神应许给每一个教会的 所以我们看 彼得前书第四章 我们一起来读 彼得前书第四章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侍 做神摆盘恩赐的好管家 每一个人 every man 所以应许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定的恩赐的 你要认识你的恩赐 照着你所得的恩赐 要什么 服侍 恩赐是为了服侍 for the common good 是为了神教会国度用的 不是因为 你有这个愿恩赐 你就很骄傲 很多时候 我发现有些限制 对自己的事情 他就 就看不准的 会做错的 但是 跟别人服侍 他会看到人的一些 未来的情况 非常准确 所以 是为了服侍 教会的 彼此服侍 做神 白般恩赐的好管家 意思是说 在神的教会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恩赐 白般恩赐 我们要好好用解这恩赐 做恩赐的好管家 今天教会软弱 神的国度不能扩展 就是因为 弟兄姊妹 没有照着 所得的恩赐 做神 白般恩赐的好管家 以为只是得救 信耶稣 得祝福就够了 No, no, no 神要你得恩赐 Amen 得恩赐 我们再读这个 以福所说第四章 第八节跟十六节 一同来 三 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百结各样的起质 各样的起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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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增长 在爱中 便利自己 所以看到这个恩赐 是为了身体的建造 身体增长 同时在 这个恩赐的福祉当中 彼此相助 造就造福弟兄姊妹 同时也造就了自己 所以 你的恩赐福祉 不单是造就别人 也会让你 得到造就的 在读过灵多前书 四位章一同来 恩赐原有分别 若传生是也 从哪里 听声呢 若传生是 从哪里 文位呢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 把肢体 区隔安排在身上 所以 每一个弟兄姊妹 可能都有不同的恩赐 所以我们不需要比较 也不需要特别去羡慕别人 神给你 自私的恩赐 好好去办事 神给你 教导的恩赐 好好去教导 我们能够做到 忠心 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那么神的心意 就是要透过 不同的恩赐 彼此的帮助 也能够彼此的谦卑 所以 从恩赐的角度来看 不同的宗派 其实 各个宗派 应该彼此尊重 很感谢神 这个教会特别有意味的恩赐 没有罪 你们 这个教会特别有教导的恩赐 重视这个话语教导 感谢神 不同的教会 如同一个身体 不同的肢体 不同 就是要什么 法律说要接纳 一个身体是 diversity and unity 永远是diversity 听懂家英文吗 diversity 就是不同的 假的都是眼睛 那你怎么样 有彼此文威呢 所以我们今天 要尊重圣灵 在不同的教会 可能有不同恩赐的重点 虽然是不同 不能因为不同 就觉得别人是异端 别人是极端 本来教会国度 那么的宏大 就是 如同一个身体 有不同的肢体 diversity but unity 我们要永远记住 虽然是不同 但是是一个身体 是合一的 今天假如我们真的要回应耶稣 在约翰福音室七章 为教会合一的祷告 今天为什么基督教没有力量 因为我们一盘善杀 甚至彼此攻击 因为不同 我们就攻击 你会觉得很好笑 保禄在这里讲的 本来一个身体中 应该有不同的肢体 你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的不同 你都去批评他 你是灵恩派 你是福音派 你是基耀派 基耀有基耀的好处 福音派有福音派的好处 灵恩派有灵恩派的好处 是福音公用 为什么批评 等于说你批评这个身体 因为自己不同 要看一个重要的真理 身体本来就是diversity 不同的 但是呢 却是什么 合一下一个身体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圣灵周把福音派的信徒 把灵恩派的信徒 五旬节的信徒 基督派的信徒 都基因在基督身体的里面 我们都是属于一个身体的 说不定神很幽默 上来你最讨厌的那个灵恩派 就是你那个天上的 熔仔的邻居 你是紧张看的 你要学习去爱他 因为他是 耶稣身体肢体的一部分 只是不同的重点 恩赐或者不能 所以很可惜 西方的教会 过去这几百年 一直在打中派战 真的是愿望 真的是中了仇敌的轨迹 都是属于一个身体 因为肢体不同 为什么要一直去论断 攻击批评呢 你会觉得是不是很可笑 很可惜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从恩赐的角度来认定 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信徒 有些人是特别会看意象的 感谢神 有些人会说预言性的 一些恩赐 讲预言的 OK 但有些人是讲道的恩赐 感谢神 有些人是爱心恩赐的 有些人是做执事的 有些人是治理的 counseling的 不同的恩赐 百般恩赐 你为什么要限制神 只有一种恩赐呢 为什么只能用一个字体呢 白般恩赐 Amen 只要我们用这个白般的角度 看着diversity 本来就是应该的 就那么保守 不用那么狭窄 改革中了 就受不了 这些领恩派五旬节中了 然后五旬节中 受不了改革中了 今天讲神论 讲基督论 讲预定论 其实神学 治药真理也是重要的 是基要派 是基础 你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从恩赐的角度 可以彼此的接纳 好 从一到三 有没有问题 一是定义 二是恩赐跟天分的比较 三 是要看到 这个恩赐 人人有份 但是人人都可能不同 要彼此谦卑 彼此服侍 好 有没有问题 我们还有几分钟 Rita 还有六分钟 好 我们可以再讲下一个特别 好 我们来看这个恩赐的来源 我们一种来读这个英文 from Christ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为什么说要讲 from Christ呢 我们一种来读 一幅所说第四章 第七节 一种来 我们个人们恩 就是照基督所 良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常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努力了仇敌 照个人的恩赐 赐给人 其实这个恩赐的源头 是从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而来的 因着耶稣的得胜高生 他得了一切的权柄恩典 他要透过圣灵 把各样的恩赐 给每一个信徒 所以我们看到 无论我们的得救 我们的罪得赦免 我们得恩赐 这个源头是基督 不单单认识基督的赎罪 更要认识基督 要把恩赐给我们 然后第五 恩赐的重要性 我把这个讲义改了一下 所以要以这个法文很顺 小王再帮我把那个讲义改一下 第一 我们一条来读 No.1的标题 见证恩道 或见神 还记得刚才我们一开始读过 在过灵多前书十二章吗 圣灵写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 for the common good 是为了教会国度的好处 因为教会得着九大恩赐 全备的恩赐 教会的国度会得到最大的好处 所以在过灵多前书的十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 把九大恩赐 包括义能的恩赐 义兵的恩赐 先知讲道的恩赐 等等的恩赐念出来 你就发现 其实全备的恩赐 何等的重要 因为你看看彼得他怎么祷告 我们一同来读十二行传第四章 一同来 现在求主监察 一面教你仆人大方胆量地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什么 医治治病 并且使神迹其事 应对你圣徒 圣子耶稣的名 行出来 所以不单单彼得会讲道 你发现彼得祷告 更求两件事情 求什么 医病的章学 医能的章学 这就是过灵多前书十二章九大恩赐里面 不单讲到先知讲道的恩赐 还有行医能的恩赐 医病的恩赐 要有全病的恩赐 才能够要复应 如同始如时代 可以爆炸性地广传出去 但是很可惜 今天教会 只讲什么 讲道 个人辩论 呼叫 连彼得那么有讲道恩赐的 他都觉得不够 他也要祷告 求什么 求主伸出他的手 医治治病 神迹其事 行出来 你就看到今天教会的一个缺口 在哪里 包括保罗在守着新的十四章 你看一看 他怎么来 见证 我们一头来读 十四章 依靠主 放胆讲道 主见他们的手 实行什么 神迹其事 证明 他能道 今天你传的道 如何让你能信 如何能够见证 证明解释 神的真道 保罗是什么 接着神的启示 说实行 几十年前 农村的教会 本来很暖和 但是其实 爱主的丁姊妹 他们凭着信心 为这些木道友 祷告 祷告一个 好一个 神的启示 见证 耶稣是真实 神正神 耶稣真累 所以我们中国的 农村教会的复兴 其实是回到 时代 那么单纯的 一个有恩赐的教会 不但是讲道 其实他们讲道 讲道很比较弱 但是他们 一边赶鬼的恩赐 很强 见证了 所传的道 而相反的 今天欧美的教会 很大头脑 好会讲 很会讲神学 讲呼叫学 很会讲道 很会解经 但是呢 从来没有信心 为木道友 医病赶鬼 所以这些已经过去了 其实都停止了 其实是不按 圣灵的九大恩赐 来建造教会 所以没有过下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在这些牧师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恢复 初代教会的 这样的一个的规模 这样的一个壳目 这样一个全备的恩赐 不但有全备的全复军装啊 我们的武器恩赐 也要什么 纯备 美国军事的厉害 是因为他们武器厉害啊 但是现在军事的武器 却不等于防疫的武器 我们美国真的好惨啊 防疫的武器没有啊 氧气罩也没有 这个连个口罩都缺乏 所以我们现在美国打防疫战 总统一宣布 现在是战争状态 但是这个战争状态 是没有武器的 所以因为这宣布是军事状态 它可以用军船来做医院 用这些军队来帮助 否则没办法打这个防疫战 假如真的是打这个武器的战争 哇美国的飞弹啊 飞机啊 是真的世界最厉害的 但是看看今天我们教会 我们有什么征战的武器 淑琳的军装 线组也没穿上 线组战穿上了也没有武器 没有办法奉主的名传到医病赶鬼 酒的恩赐我们有多少 可能一样都没有 我们真的要祷告如同保禄说 要羡慕先知教导的恩赐 教导的恩赐 传惠的恩赐 医病赶鬼的恩赐 医能的恩赐 方言的恩赐 一样都不可以少 你们 好 我们休息几分钟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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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